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一股西南氣流今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 受到西南氣流的影響 預計今日都會是趙程趙雨的天氣 雷達圖上見到今早早香港附近都有一些雨區發展 今早也落過趙雨 去到早早的7點鐘 各區的氣溫就介乎在26至29度 天色方面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我們見得到橫南沿岸繼續被雲層所覆蓋住 不過雲層之間有納粹 所以在今早早的天氣照片上 我們見到日出之後仍然都有藍天和白雲 天色還是不錯的 我們預測今日將會是大致多雲有幾陣趙雨 一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市區的最高氣溫大概會是31度 身價會再高1、2度 吹和緩的西南風 我們預計西南氣流會在未來的2、3天 繼續影響著橫南沿岸 天氣仍然會持續炎熱 亦會有幾陣趙雨 去到下星期的初至中期 我們預計一度低壓曹 會在廣東沿岸徘徊 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甚至有機會有雷雨 所以我們亦都展望了 明天端午節和周末期間 天氣都會持續炎熱 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會有幾陣趙雨 而去到之後的2、3天 天氣就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